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觉得明年一定都要考虑明年的瓦解 我们不能够避免 这个你要放回去一个比较大的时空去看 你要问明年要来做什么 明年不是第一个反对党的联合统一阵线 第一个像样的 就是跨越马人最马人的 是九零年 跟阿布连在一起的 然后九九年的Barrison Ability 这是第三次 那么这个东西要做什么呢 因为大家反武统 反武统反什么 反武统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要诸群平等来反对 就是153特别地位到整个NEP的部分 这个基本上是行动达为代表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反对武统所代表的这个世俗体制 从英国人继承下来的 所以他要取代的就是 伊斯兰英国 一行法 一行法就是具体而为 我们不要那么大的整个伊斯兰英国 只要拿他一部分 法律上这一点 但是本质是一脉生成的 那要终结的是世俗体制 所以长久以来都是这两一区公巫统的 巫统我这里有点名体制 明年跟之前的所有都一样 它的功能就是策略性模糊 策略性模糊就是不要把它讲得太白 讲得太白就没有余回的空间 那大家就没有办法下去 所以蒙蒙蒙蒙是最原的 你看不清楚的话就对了 因为我就故意放弃 所以它才是策略性模糊 我当然看到有些字五个字 就可以猜是策略性模糊 伊兰的结果就是伊兰 你整个策略性模糊你去看 公正党就是策略性模糊的代表 就是你问公正党是什么 公正党不是行动党 右不是伊斯兰党 中间那个就是公正党 你说公正党是左吗 他有卡列加法这样的人 你说他是右吗 他有塞尔兴这样的人 所以不左不右 那个就是公正党 公正党就是一个策略模糊的政党 因为他要走中间路线 那么伊斯兰党过去的就是 靠所谓务实派 让他来处理这个 把他模糊化 模糊化里面跌得 OK我们不要谈那么远 我们谈福利国 那西党党一样为了 这个明年的关系去模糊化 所以他不谈马来西亚人 马来西亚人 他谈马来西亚人优先 因为你不当清晰 大家就谈不下去了 因为我们没有公司 国政整个想法也是 你回到去1957年的那个 独立的妥协 也是策略性模糊啊 所以都心里没有跟你谈说 我们就搞底嘛 就是反正我让你有共鸣权 然后你让我有这个特别地位 我让你有宗教自由 但是你不能够单方 你不能改教是单方面的 我让你有原论自由 但是教育这个制度里面 是有最终目标的 这都是模糊的 这整个国家我们的重点 我们的这个特质 就是模糊 就不要太清楚 伊党的结果就是 因为你把务士派干掉了嘛 就很清晰啊 你那么清晰的结果 明年也要很清晰嘛 对不对 模糊就是要灰视嘛 那一边变得非常黑的时候 你就不可能继续 灰灰下去 你就会可以把务力 所以这些问题的问题 虽然如果明年还要维持下去 你大概就要很具体的一个活路 用马云竹的说法 就是那个modus vivendi 就是一个忠诚的协力 这个协力你大概已经听了结果去看 就是社会里面不要谈 不要谈下来 你大概只有这样的情况 才可能维持 因为整个伊斯兰党的权战 不是问你要不要读喇嘛 或者什么 其实到最后要不要明点 因为大家都讲 都要明点 真正的那个讨论是 你要不要把这个shariah law 放下来 你不放下来 什么你就要跟你分手 他放下来 你要秦兰党 这个秦兰党 秦兰党 秦兰党 这点上也是很反对 赞云联自治之中 非常突出的一个原论 就是伊斯兰党 长期被巫统利用 在巫统这样落的时候 你竟然去这样子做 让我们错过一举推倒 那就得机会 如果505 以党0.0的话 你说秦兰党 秦兰党 秦兰党 州政府就不会提shariah law 肯定会提啊 因为过去是 对手挡住我们 今天自己人当政 我怎么不提 我一定要提啊 因为你后面对对的问题 是整个 以党怎么定位的问题 整个政党的整体利益 跟你的派市利益 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我是秦兰党的话 我为什么不提 如果我没有拿下更加人 我也要更加人退啊 所以这个布希根 不要把伊党贪城市受骗 这是一种 看不起伊党保守派的讲法 是自欺欺人的 伊党的保守派是很厉害的 厉害的怎么讲呢 在34年的时间里面 他把穆斯林民族主义 拉高高去肯论 乌统的马来民族主义 所以最后 落实伊斯兰党保守派的 这些看法的 不会是伊党 因为伊党没有实权 是武统 你看今天谁在禁止说 你姓姓武 本顶不须审白亚 谁会做法 丁家姆 哪一个党自政 我政 既党哪一个党自政 我政 所以后面有关键的东西就是 你今天能够去 如果你说明年要维持这个情况 你就要一个 你就是要要 要有这样的一个协议说 十年里面我们不谈 为什么这个问题重要 因为如果你没有这样明确的方式 你要怎么样让这些选民出来投票 一部分的选民会很好 觉得 这样 我们比较没有辜负伊党的过去的斗争目标 另外选民就讲 我投了你之后 我怎么会知道发生什么事 这是一个明年没有办法回避的问题 过去我们从86年开始 华团在这边提出 华团民权委员会 全国华团民权委员会 提出两限制的论 那个论述到今天 39年 大致上都走在策略性模糊的大路上 这个策略在6月4号之后完蛋 我不觉得你可以回来了 因为已经有过季节 然后你跟他说再来一次 没有办法 有些东西就是一波就不能够回头了 曾经状态难为胜 OK 讲得更具体一点 这是他说一个受伤的人 只要你打出明年 大家就还有幻想 有幻想就会失望 因为大家觉得明年还是一个婚姻 婚姻是天长地久 要有一个共同的愿子 要有爱 这样存到的东西 你讲出来大家心里就会痛 所以我觉得就把话讲得很清楚 这纯粹是需要 就曾经拥有就好了 继续拥有就好 不要谈天长地久 过去曾经有 继续拥有 拥有到能够多久就多久 这样大家就比较容易过日子 然后你看的是行为规范 你不需要什么 不需要什么共同愿景 行为规范就是 我们住在同一间离婚了 但是大家不想卖掉房子 继续住下去 那这房子我们要怎么样过日子 是不是还可以寻逢一张床 那就到了 OK 所以明年是一个永久性的结门 是分院式的 那你只要把它变成一个企业式的结门 七十字节门大概最后次例子 就是中国年轻人 因为买不起房子 然后大家就一男一女 确定说我们好同居 然后大家省下房租 你能够做到这样的用事的话 这个后明年就可以存在 选中政权可以不用改选 不用选举一直拖到十四岁大选为止 只是你就不要说明年 就是一个很简单 公政党 伊斯党 跟行动党的联合政府 我们是习惯的婚姻 因为我们长期接受 五七年以来 但是在正常的 这种Westminster国家 像 英国 甚至像 印度 你不要长期结论 这种东西就是 是何之来不何之去 对不对 所以 我们要开始接受 一个没有爱 只有需要的简单转向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继续拥有 拜拜